在新疆昌吉市的一大片番茄地里 一辆全自动番茄收货机 正在加紧采收成熟的番茄 收割 挑选 运输 装车 仪器合成 如果说需要人工采收的话 那么这一块地需要劳力 就要去嘛 要80到100个人 然后加上装车的人和防处导致这些人 要是100多 一天才能把它消灭掉 现在我们的通过机械采收 一块地就需要三四个人就行了 据了解 新疆已经成为 世界第一大番茄酱出口加工基地 年产量占全国的90% 独特的光热和水土条件 成就了新疆优质番茄的生长 而基彩番茄技术的推广应用 使番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同时 母产量可以提高10%以上 目前 新疆主要弄作物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2% 农林牧鱼综合机械化水平62% 位居全国前列